好,消化了一晚之后 如何解读市局波动这么大呢? 你觉得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真的很紧张 还是对联储局加息的忧虑呢?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综合的完美的 所有一刹那的坏因素全部冲出来 刚才你说的那些点都很重要 包括在通胀那里 其实仍然是相当困扰 我觉得市场或者大家都要留意 比较今年的1月份和2月份的通胀 在美国那边通胀的水平是多少 如果进一步是突破7%的情况之下 联储局在任何的资本市场的下跌 其实都近乎不会理会 它都会照是会有一个比较提出的加息 以及这么快地去缩表 整体美国的股票会直接影响到 在美国股票的股票的角度 特别在科技股的角度 就一定是有所进一步的压抑和压缩的 这也是承接美股一直的第二个问题 它有点是与香港当时在科技股爆破之前 也有一定的相似 就是有大量的纯粹说营收不说盈利的股份 那些所谓市值是纯粹用PS模型 即是市销率的定价模型 底下就去到一个很离谱的一些股值 有些股票甚至是PS是可以去到50倍以上 其实也是匪夷所思 我们看到在香港有不少的股票 PS是去到30倍以上 最后一爆破的时候 就跌到只有PS ratio 跌到只有个位数字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就是股价差不多跌80% 在美国现在有弱的股票 在三个月之内都可以跌到七成 或者六成以上 那也是很悲哀的 重复香港这边的所谓的故事 所以在整体的角度我觉得是有大量的不销利性的因素 或者是股值压缩的因素 在美国那边其实在发酵 到过来你看到港股为什么是相对的硬借呢 其实也很容易解释的 就是因为上年都在股值里面都压到够了 如果我们香港到过去就有一个 to a steady state 是护身符 就反而是来自内地那边 因为内地虽然经济是差的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通租的CPI是很低的 它连续11月到12月 CPI都是大概1.7% 就是去库的CPI是去到1.7%的水平 相对美国实际上是低太多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它根本是不但不需要收水 它可以是弱干地 有放水的空间 完全有各方面有个放水的空间 那么你也知道 其实特别在中国的China市场 就是放水即生 收水即死的一个市场 它是相对美国是这么加之明显的 就变成了在中国这边 就回到我觉得是短暂 你看到美国的情绪是对于港股有所拖累的 但是其实最后大家都要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说以恒指的角度 如果昔日美股这样崩堤 我们这里崩堤了 就是我们这里可能两万二点都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仍然都撑到它两万四千多 那市究竟是真心是天天都觉得很害怕 还是说它特别传统股里面是有一定的银性 大家都可以深刻地思考回一个point 是的